那個姚猛一出陣就連殺兩元猛章 只要慶高采烈 打仗其實沒什麼交關 每個人都這麼聽話,叫他放手,他就放手 那天聽見張占村大聲喊過來了 打槓殺人,不得戚主 我來拿你狗餅 姚猛就頂回頭 你拿我命,還是我拿你命,還未知 講完,沒有這條大降叉 出盡力就照著張占村掃過來 大喊一聲,放手 咚一聲,哎呀 這個不單止不聽話,沒有放手 反而自己雙手都尺 當然啦 搖猛打剛才那兩個就行 至現在面前的是大名鼎鼎的泰州大王張占村 他那條盤龍軍 還沒奉過對手 你那些大降叉手一叉就打贏別人 你猜真的這麼容易嗎 搖猛見過張占村這麼大力就有點心脅了 張占村那支盤龍軍 風車這麼轉過來 搖猛就頂得兩下已經全身飆汗 那些向盯看見這樣的連忙進去報 朱元璋一聽就心中大吃一驚 哦,張占村果然厲害 這回非要我親自出馬不可 朱元璋就對老莊主說 老人家,請老人家等一等 我出去會一會他 說話剛剛講完 突然間 吹聲跳了個小孩子出來 朱元璋 搖猛頂不住 有我來 朱元璋一看 哦 原來不是小老哥 是一個矮仔 他身高不夠五尺 身材矮小 又鷹又瘦 朱元璋就問老莊主 這位是 哈哈哈哈 他是我的朋友 叫做徐方 江湖上人稱 聖守小白縣 嘿嘿嘿 有他上陣 賢郎放心 啊 朱元璋的心想 哎呀,剛才的姚猛 武藝高強身高力壯 尚且不夠個張占村打 這個好像生金職養不大 這樣的病軍 站在那裡還未夠張占村 肚臍那麼高 不是說和別人打 張占村那支盆龍棍輕輕摸下來都摘死他了 這樣叫他出你不是白白送了一條命 那個徐方呢 一眼就看出朱元璋不信他 徐方就開口 賢王 你是不是正是以為大件就頂用 有些辣椒仔更辣 我雖然是小粒一點 絕十八般武器 長的短的 大占的 大刺的 每件都會用 沒有本事就不敢在西吾皇面前說謊 朱元璋想 那他也說得挺對的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糾糧 看他這麼淡定 發真有些本事都不定 現在眼看著搖猛已經頂不住了 不如就由他出去試一下 朱元璋就說 徐莊氏要出去對付張瞻村 本王因此求之不得 不過張瞻村十分兇猛力大無窮 你要量力而行 多加小心才是 賢王放心 我不是弟弟來的 今年三十幾歲的 好 那就請徐莊氏上陣先行一步 孤王隨後就到 賢王 慢著慢著 我還有一件事 蛤 葬事了什麼呢 這樣的 我如果出去和張瞻村交手 那他當然會問我 你是西吾王嘉夏河人 那我怎麼回答 朱元璋一聽就明白了 哈哈 這個徐莊你 你都未曾上陣 就先要我封個官職給你 朱元璋就望了眼 徐莊 徐莊你剛跪在地下 在等候封上 死了 真是看他的樣子 整隻猴子 那怎麼封得什麼官職呢 一頂烏紗帽就把他壓到扁了 朱元璋就問 那你想本王封個什麼給你呢 熱樂 不如封個大將軍 大字就不太好 我這樣封大將軍 又不太相似 不如封我做侯爺 朱元璋一聽 哎呀 你真是這麼大胃口 想封喉 朱元璋忍不住就笑起來 哈哈 壯士 我看你的臉王禽禽 骨瘦如柴又恩又瘦 哪兒像個侯爺 整個修侯 朱元璋剛剛講完 那個徐方一被一叩叩叩 多謝主公封喉之恩 慢著慢著 本王何時封你為侯爺 主公 你是一國之君 甘口欲言 說了是算數的 不改口 剛才你說我 你說面王禽禽 面王禽禽 那就是甘面相 主公又說我是秀喉 那就是封我做甘面相秀喉 朱元璋聽著他這樣說 心都實埋 是的 我手下這麼多戰爭 都是跟隨我出生入死 南征北戰的 現在都只是封為將軍 你這個徐方 今天靠握靠狀 撿著我一句說話 就搶了侯爺之衛 那何以復人呢 朱元璋一時之間 不知道怎麼說好 頂頂眼地看著徐方 徐方又開口了 主公 那不需要為難的 我是這樣說著 那 這樣吧 我現在就是出去跟張尖川交手 將我那個甘面相秀喉 擠著在這裏 如果我斬到張尖川 這樣主公先封給我都未遲 什麼事啊 如果我一會兒打他不贏 斬不到他 那不是說封侯給我呢 留我在這裏 我都沒面子在這裏 我就馬上遠走他鄉 那 朱元璋想 如果他能夠殺到張尖川 這樣就封給他 那也勉強 至今就怎麼說好呢 老莊主就看出朱元璋為難就插嘴了 我看徐壯士這個主義也好 賢王 不如現在我們上去看看先 於是 朱元璋一幫人 就趕到莊前 在圍莊場上面來到觀戰 只見搖猛一陣 已經在招招架架 朵朵閃閃 十分吃力 眼看著就支撐不住了 那個張尖川那支盆龍棒 上下飛舞 招數多貶 轉門照著姚猛要害功來 徐方一見 這樣的情形就說了句 主公 我出來一會兒才馬上回來 講完就向場外一跳 就來到陣前 喊了聲 孟哥 你回去 我來對付他 姚猛撥磚碼頭就走了 張尖川一看 前面站著一個身高不滿五呎的蟻仔 那個頭殼 還未夠自己的手巴長大 那雙眼就像兩顆荔枝一樣 匾避梁雷公嘴兜風耳 穿了身青色的短打衫褲 腰間束著一條四寸闊的皮帶 腳下一箱牛皮薄底快剋 背後插著兩條棍又不像棍 取又不像取 不知是什麼兵器 原來這個兵器 就叫做鯊魚棒 一尺六寸牆 樣子 像一條鯊魚一樣 有魚頭 有魚尾 魚尾 魚嘴是很尖的 堆出來的 魚背有魚刺 魚尾有兩個叉叉出來的 這隻鯊魚棒 真是碰到就損手損腳了 那個張尖村呢 他因為見到那個徐芳生的矮小 所以根本就看他不在眼 一見面就笑著上來 哈哈 小弟哥說送死呀 小弟爬開 左頭左西 啊 你真是瞎了啊 小弟 我這麼大的西吾金面上壽猴 站在你面前 你還不快些落馬叩頭 哈哈哈哈 我什麼喉都見過了 金絲喉 白面喉 骨尾喉 長碑賢喉 就沒見過你這樣的瘦喉 哈哈 徐芳聽到張尖村這樣說 有點火滾了 喂 張尖村 你別以為只是你的盆龍棍洗得 常言道 強中自有強中手 能人背後有能人 照我看 你這條盆龍棍 有時候燒火棍 你不相信 我們來試試 張尖村 一拼那條盆龍棍 小弟 等你試一試那條盆龍棍 講完 一拼就橫鬚過禮 徐芳本來生得矮 連蹲下也不用蹲 縮下頸 那隻鐵骨頭頂飛過去 張尖村見第一拼打不到 一收盆龍棍 一個泰山頚頂 照頭高 徐芳就地一滾 在張尖村的馬頭皮底下 鑽了過去 張尖村一停棍 咦 怎麼沒見到徐芳呢 忽然後面有一批 喂 你侯爺在這 轉到我還手了 說話沒有說完 那名鯊鱈魚棒已經照頭綁下 張尖村就連王一顯身 誰知那條鯊魚的魚翅 就勾著張尖鑽的盔甲 徐芳一扯,殺一扯 整件盔甲由肩膀到三袖 扯下來,張尖鑽到咬牙齒齒 我不殺,就誓不為忍 張尖鑽就想到 徐芳的矮勢,自己馬上打得不方便 顧著翼跳下馬來 拿著那支盤龍鑽就專打徐芳下三路 徐芳一隻狗塞那樣,跳來跳去 你打左邊,他躲到右邊 你打前邊,他就捐到後邊 張尖鑽雖然力大,但有力沒有用 真的好像用筷子甲烏鷹 用拳頭打狗塞一樣 打得幾打,張尖鑽就開始爽氣了 一被他抹大,口頭大起 徐芳一想,剛才你用飛鏢暗算出完章 這回就輪到你自己試試味道了 徐芳一手,偷偷摸出兩支揽核錶出來 這支揽核錶,樣子好像揽核 兩頭尖,小小粒 徐芳拿著兩支揽核錶 突然喊了一聲,漢錶 接著一揚手 左手那支飛鏢,一支箭飛過來 照著張尖鑽雖的頭疾背 張尖鑽雖大嚇一驚,連亡一閃 那支錶在耳邊飛去 張尖鑽雖吃了驚,喊了一聲,哎呀! 誰知徐芳右手那支揽核錶已經照著張尖鑽雖大嘴巴插進來 日飛鏢從喉嚨就穿到入後枕 張尖鑽當堂口吐鮮血,倒地身亡 那徐芳一搖三擺,回到莊交令 朱元璋看見徐芳伸手敏捷 連張尖鑽雖這麼厲害的人 他全不放在眼內 當玩那樣就殺了他 朱元璋心中十分歡喜就問老莊主 徐芳到底是甚麼人來的呢? 老莊主就把徐芳的來歷 從頭到尾講出來 原來這個矮仔徐芳是江湖上有名的老英雄 飛天龍湯雲的徒弟來的 那時候在江華一帶 有四個很有名的武林高手 四個人都是師兄弟來的 老大就是品證公王外雲 老二是五龍火神嚴詠 老三就是飛天龍湯雲 老四就是已經投奔朱元璋的老英雄 獨臂然後吳征 這四個大名鼎鼎的江湖好漢 幾十年來 青紅江湖縱橫天下未逢敵手 到晚年了 他們都想收回一個入室弟子 將自己的一身絕招留給後世 四兄弟 四兄弟三個都找到了 唯獨老三飛天龍湯雲 找個都找不到合心水 為甚麼呢 原來那個飛天龍湯雲 生得很矮的 只有四尺多高 那他要找個徒弟呢 又要找和自己一樣高矮 又要有圍根的 那就不是那麼容易找的嘛 那個湯雲 他混由四海 硬是找得不合心水 有一天 他又來到碼頭 看到碼頭旁邊就拍了一隻船 船的鞭杆上面的蓬繩 被風吹斷了 沒辦法蓋得蓬 那些鞭杆續續有三丈六尺高 現在海面上風又大浪又高 鞭杆左搖右擺 船上的水手沒有這樣爬上去 那當然啦 三丈六尺高嘛 上樓梯也有時間上的嘛 光脫脫一隻船危乾嘛 現在風大浪大 看著鴨下鴨下 人爬上去怎麼那麼容易 打下來沒命的嘛 那船主呢 因為趕著要送貨開身 就急到發發跳 去到岸邊大聲喊 喂喂喂 我船上綁旁的繩斷了 我又急時開船 哪一位願意幫手爬上危乾 綁好那條繩 我想兩條錢 那時候啊 綁條繩兩條錢 算好好價錢的啦 只喊了半天 沒有個人敢賺這兩條錢 那船主就喊到滿頭大汗 忽然間 河邊有個十二三歲的弟弟走過來 那小孩生得又鎮又瘦 一是好像生金職一樣 他一身破破爛爛 剛剛在河邊 撿人家撿剩那些魚仔和蝦帽 那小孩放下那個魚 便來到船主面前問了 屎頭啊 剛才我聽人家說 說你出兩條錢 找人上去綁繩那條繩 是不是真的啊 當然是真的啦 那我去綁了你 給不給錢啊 你啊 是啊 那船主摸一摸他的腋 嘿小孩 你什麼搞搞震啊 走啊走啊出去玩啊 不是的 搞搞震啊 我真的和你爬上去綁的 那船主見到他這麼認真 好啊 那你自己試試吧 喂你恩怨啊 跌下來踏死沒賠的啊 踏踏踏我去啊 喂喂 啊屎頭 放完以後你給錢的啊 別賴貓啊 那小孩說完呢 就放下莊羽的邏仔 就走到蟻桿底下 將那條繩子的繩頭 用嘴咬著 好像猴子上士一樣 一隻就爬到上蟻桿頂 兩隻腳枯著蟻桿 好快將那條繩綁回路 然後雙手抱著蟻桿 一聲就滑了下來 幾步就走到船主面前 屎頭 啊弄完了 給錢啦 那船主見他做得這麼利落 拿了兩吊錢給他 那小孩說了他多謝啊 走了幾步 又再走回頭 喂喂喂屎頭啊 將來你啊 你那條繩子斷了 你不要找別人啊 我來幫你綁一下 車 大吉利士啊 還會斷的嗎 快走啊 小孩 好吵吵吵吵 猜啊 那小孩拿著兩吊錢 寬天起地 蹦蹦跳跳就回家 這樣也是的吧 哎呀 現在海邊撿雨仔 撿蝦帽 一個月都未撿到兩吊錢啊 如果天天有條繩斷 那他真是發財啊 小孩就在前邊走 後面呢 有個百億公斤 原來呢 飛天龍湯雲 剛才剛剛路過 就看見這個小孩爬上危竿 湯雲見到這個小孩身材矮小 十分機靈地有膽量 啊 如果收他做徒弟 都挺好的 故此 湯雲就跟著來 去到偏僻無人的地方 湯雲就叫了一聲 小孩 喂喂小孩 別走著 等等 那個小孩聽到有人叫 就轉頭一看 當堂掩著嘴笑起來 哎呀 這個百億公這麼好玩的 得他四尺多高 自己的湯雲呢 足足尺多長 如果他一彎腰撿東西 那把湯雲就變成掃把了 碰到地下的了嘛 那個小孩就回應了一句 小孩公公 你叫我做什麼呢 哈哈 沒有沒有 我想問問你 剛才啊 你爬上危竿綁繩的功夫 誰教你啊 小孩 誰想人教的呢 那有多高啊 十丈高我都敢爬啊 你爬上我沒有人那麼聰明 那些爬樹沒有人聰明過我 哦 原來沒有人教過你啊 那你真是天生一副好身手啊 小孩 我教幾道功夫給你好不好啊 教我打功夫啊 好啊 老公公 你是哪裏人叫什麼名字啊 我是常州人 叫做湯雲 那非天龍湯雲的名字 在江湖上 大人小孩無人不識的嘛 那小孩那一聽 湯雲 你 你就是非天龍湯雲啊 小孩立刻跪下喊一聲 師父 慢著慢著 小孩 你別這麼急拜我為師傅 你要跟我學武 你爹娘肯不肯啊 捨不捨得讓你走啊 哎呀師父 你不知道的啦 我是前邊徐家村人 我叫徐芳 我家裡很窮啊 我出生無奈 父母就過世了 我一直跟我哥哥大 我哥哥對我好好的 不過我嫂子就差了 當我不是人這樣的 我早就想離開家裡去找事做 人人嫌我小時候 又說我生得恩 都不肯用我 我跟師父出去啊 我嫂子還會歡喜啊 這樣啊 好 那你就回去和你大哥商量好 那 我在村口等你啊 徐芳就回到家裡 把兩吊錢交給嫂子 又告訴她 要離家去跟師父學武藝 那大嫂一聽 當堂微飛色木 恨都恨得摸啦 徐芳走了 少了把口吃飯呢 這個大哥呢 都是兄弟情重 十分不捨得的 不過大哥又怕老婆啊 就只好兩兄弟哭了一場 就在村口去分手了 就是這樣 徐芳就跟了飛天龍湯雲 去了常州學武藝 那湯雲十分喜歡這個徒弟 他又肯學 又熬得苦 又肌靈的人心底又好 加上身段呢 跟自己一樣是這麼矮的 小巧靈活 故此湯雲真是把這個徒弟 當自己親生仔一樣 偶心滴血來搞 閃眼功夫就過了八年了 徐芳呢 就跟師父真是學到一身武藝 最拿手的就是那首輕功 真是身輕似焰 高來高去 飛前走壁 十分厲害的 師父呢 又見到徐芳人生的矮勢 就教他用一對赤八長的鯊魚棒 那這對鯊魚棒的收藏容易使用方便 靈巧治愈 以小巧取勝 師父呢 還教了一手好飛鏢他 不過徐芳呢 徐芳就帶著十二支藍核鏢 他的手飛鏢百發百中的 師徒兩個 就專門打劫豪門莊官 劫富濟貧除暴安良 他要殺你 你就算躲去哪裏你都躲不到 他要偷你一件寶貝 那你怎麼收藏法 你也藏不住 兩師徒真是橫跳黃河樹跳海 萬丈高流任往來 夜酒千家有如出入無門之湖 因為他們對百姓不但秋毫不犯 而且處處幫人排休解難 雪中送炭 故此十分得人心 有一天 師父就對徐芳說 你現在武藝已經學成了 就不要再留在師父身邊了 你自己闖天下開眼界 增長見識 我們師徒從此分手 後會有期 徐芳就拜別師父離開常州 一去就去了兩年 他就學足他師父 一生無私事到處為人亡 不過徐芳的人 性情和師父有一點多不同 他無拘無束最喜歡開玩笑 有時又故意愣化人 整天笑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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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天龍湯雲見到徒弟 看你眼睜著 師徒兩個喝了幾杯酒 就聊一聊 師父就說 徐芳 你的武藝品性我都放心 師父收到你這樣的徒弟 真是夠安樂樂 不過你這樣長年累月 在江湖上流淚浪蕩 這樣就不是辦法的 那你大師公 品證公王邁雲 有個徒弟叫做武殿章 他結識了不少江湖上的英雄浩傑 那 那常遇春 胡大海 郭英 湯和 鄧羽 朱元璋 他們都和武殿章很有交情的 特別是朱元璋有財有德 聽說 現在他們在陸家莊起義返縣 你不如去投奔他們共徒大業 這麼好過浪費了你這麼好一副好身手啊 徐方就聽從師父吩咐 就趕去陸家莊 那時候陸家莊已經被十萬王一把火燒成焦土 徐方就以為朱元璋幾兄弟已經死了 就繼續單身一個創蕩江湖 前一陣子呢 忽然間又聽說朱元璋 在武當山造反佔領了襄陽城 徐方就立即起程想趕去襄陽 那天 剛剛就來到小張莊 就找了一間客棧住下來 半夜三更啊 徐方又換上一件夜行衣 偷偷就摸了入莊主的家 想看看這個莊主 到底是什麼人來的 如果好人就算數了 如果是為富不仁的 那順手找找些勞費也好啊 真是無巧不成書 有這麼對 狀正那晚 勞莊主張文義家出事了 出什麼事呢 哎呀幾乎出人命大事啊 原來那個張文義老莊主呢 年紀孫六十多歲了 加大業大牛馬成群 加財萬館 只有一樣人口不夠興旺啊 室下無兒無女 那老莊主就好想得開的 哎呀命女無兒不強靠 沒有就沒有 那好事啊 至於她的那位盧夫人呢 反而心中不安啊 總是覺得自己沒有生 過兒不去 整天就勸她老元外 要娶個妾氏 生兒子來到全鄉火 至於盧莊主就想 嘿人一死就什麼都沒有眼見了 几十岁了还娶什么,算了,算了 至各位老夫人硬不肯 这样以前封建社会,中男兄女 男人是三妻四妾很平常的事 个个都想找儿子来传宗接代 所以老夫人偷偷地找了一个媒人 就订了个十九岁的大姑娘,叫做张香娘,回来 她说有钱是花得鬼推磨的,老庄主 虽然年纪老,才有很多家财 故此张姑娘的父母就看钱份上 明知老夫少妻没什么好下场 也不理那么多了,把女儿嫁过来 老夫人就找了个吉日 不理三妻二十一张大姑娘张香娘 就接了回来家 硬要个老庄主和张香娘成亲 那个老庄主还是个有心人来的 她不愿意害了人家的青春 她硬不肯自己搬去书房住 那张香娘就嫁进张家 就变成好似手生寡样 每日只是向老庄主请安 经查,有时拿饭来 然后就回到自己归房 张香娘青春年少,独守归房 那很快就和张府一个家人 叫做张安的 两个人就勾搭在一起了 那张香娘呢 也只想不如偷多少金银 和张安一起 远走高妃结为夫妻 谁知道那张安为人心肠狠毒 贪男无比的 她想要张家这么大份家业 我只偷多少金银就走 那就太吃虧了 不行 会把整份身家拿完 于是 那张安就想了一条 谋财害命的毒底 请不吝点赞 还不吝点赞